看到没 这个是什么 在非洲看见这么一头大猪还是很难得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带你去看非洲 刚刚那头猪是我们工地上面 之前许总的老丈人带过来的 还在那里喂 我们今天也是在工业区边上 好像他们有个新工地去看一下 看看这边的情况 这家工厂你看 这厂房结构已经搞好了 就剩气墙跟搭铁铜皮了 这下面还有好几家工厂都已经动工了 这个工厂的话 比我们那个工厂面积还是大很多 好像那边还有 这里还有做事的这些东西 这个位置不知道是不是 给后面以后留的转盘 两边工厂都这个是圆户型的凹进去的 对面也是一个工厂 这个这栋楼都是新建的 应该也是新的 这里还有一幅人家 不知道是中国的还是印度的 多半是印度的 没看到 那前面还挖掘机在工作 应该也是一个新的工厂 这边还有一点水井 几个灶台 还有鸭子 一片小竹林 田园生活啊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车间 这一片地是空的 看一下 还是很多工厂的 现在是雨季 估计等下又要下雨了 再阴了 刚刚去张李叔 没在工历上面 应该出去买什么东西了 之前去这个工业园组织开会 去参加了一次 富城说这边好像有60多家工厂 绝大部分应该都是中国企业的 目前的状况 估计陆陆续续很多家 都已经在新建了啊 所以说现在在非洲开工厂的 还是陆陆续续多起来的啊 也是国家的政策嘛 很多在这边来投资了啊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介绍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